Whois是网运名称注册人资料的公开查询服务 目前根据ICANN的规定 GTLD类型的网运名称都必须在Whois上公开注册人资料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透过Whois来查询网运名称的注册人 但因为大家开始注重个人资料隐私的问题 因此域名注册商会提供Whois资料隐藏的服务 Whois隐藏就是在Whois上显示匿名的资料来取代您的个人资料 有些注册商会额外收费 GENTI的Whois隐藏服务是一项免费的服务 可以隐藏您网运名称联络人的部分资讯 此选项预设是开启的 您只要在登录管理界面后 点选您要设定的域名 接着点选上方域名联络人分页 在下方找到您要设定的联络人 请点选编辑 进入编辑页面后 您可以在下方找到个人资料隐藏的选项 开启后即可隐藏您的个人资料 建议您同时打开电子邮件地址隐私的服务 即可隐藏您在公开Whois上的个人资料 开启电子邮件地址隐私后 即可在Whois上隐藏您的电子信箱位置 其他人就无法透过Whois资料查询您的真实信箱 而此信箱位置会自动进行邮件转指的服务 好